世界冠军 黄毅 挑战这个广东第一阿明 话时候大家看到我上面写的名字是黄毅军团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写了这个黄毅军团 因为黄毅他是三个人打的 这把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又想孤军作战了 孤军作战的话要打阿明 看看吧 怎么大猪打得还不错 但是没有能够关成厕所 他摸死了 打黄毅的话就是压力 比较大的就是不要让他的大猪关在厕所 他的关厕所能力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 他的这个打法 主要就是围绕着如何来关厕所这个逻辑 来把对手打进角落的 对吧 干了对冲 来下一点 哎呀这就死了 再刚 能不能压死这角落 管不去这部转球还行 我以为他要落地带一个抓 然后再直接打死 不错啊 世界冠军黄毅这个猪头模式啊 猪头还是可以 我们看阿明的这个红丸 他的红人相当的能打 看起来很稳 能量产生 直接抓 他这个红丸不是那种纯净攻流的 偶尔呢跟你打一些地回 跟你打一些游斗 太好机会呢 再缠住你呢 你就脱不开身 这种红丸更可怕 好 空中雷动拳 打一个间跌 对这技巧接下歇 反动三段错 他这个 近跌的话 他出的有一些技巧在的 这把应该推远一点 再打 雷动拳在战逼 卡对手的起飞 打的不一定有多华丽 但是连招非常的顺畅 套路感满满 你看这个跳CD 然后偷下盘就是一个套路啊 世界冠军不要面子的嘛 应该给他一个面子 已经看到弹幕了 加逼想要打一波逆向 跳得有点远了 继续跳CD 好 过来 起波头 逆向吗 这把猜错了 打一个正向 你看 他压着压着就能让你不知道怎么防了 然后直接一脚踢死 反三 牛皮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